请收看《维新世界》来到我家看风水 祝天生生回心灵 家去生水游泰比 我们维新电视台观众朋友 善尽大德 大家好 大家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维新电视台来到我家看风水》 这个节目 这个单元 说到风水这两个字 在早期 我们很多在社会上都流行 说风水就是迷信 风水呢 要靠自己 不要去靠风水 但是鬼谷先师 亡禅老祖 开示 你可以不相信风水 但是你已经生活在风水 风跟水当中 我们生活的三大要素 阳光 空气 还有水 我们时时刻刻都跟它在一起 绝对不能没有风 不能没有水 不能有阳光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族 佛念禅师 开示 风水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风水 今天我们来到维新圣教总本山 南投县国庆乡禅山 仙佛寺 这里是我们的师父 佛念禅师 根据易经风水的法则 所建设的人间经土 这里面 一花 一草 一木 一石 甚至一个水池 都是根据风水法则 所建设而成的 来到这里 你会感觉心旷神怡 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在这里呢 像我们今天 风和日丽 很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全神有很多 善信大德 就时常 就是搭游览车 在这里参拜 来这里拜鬼谷仙师 王产老祖 拜诸佛菩萨 还有到我们的如来园 参拜如来古佛 还有古百罗汉 当然 风水要做什么 事实上 风水都在我们的周遭环境当中 比如 我们在我们的风水啊 我们的家 我们的住家环境 左边 左青龙 左边就是青龙方 古时候的人说 龙怕臭 那我们的右边呢 就是白虎方 虎怕什么 怕闹 龙怕臭 虎怕闹 这是很简单 以前老人家所留下来的口诀 绝对不是迷信 那么在现代的社会 现代的社会呢 很多因为家庭的格局 里面的格局 甚至就是刚才讲的外面的格局 不如法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 住在这里面的人 不管是谁 就是里面的家庭的成员 身体的毛病 身体的健康 都会 那么今天 有我们的肖映如准讲师 他是我们义京大学 师资培训班的准讲师 他也是早期在我们彰化和美道场 十六届学修的同修 自从进来的我们的中门来学修 易经 学修风水以后 他家里的很多不如法的都获得改善 家里的人也获得了平安健康的法益 那么今天呢 肖映如准讲师 有准备了四个案例 来跟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善性大德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案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和美第十六届正期班 同时也是视讯班第三期的学员肖映如 目前从事于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 今天要来和大家谈谈我家的风水 先来聊聊我还没有进宗门之前呢 我们家的风水有很多的不如法 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师傅有开示 门三个门相通 就是穿心扇 会有血光疾病 才也守不住的问题 我们家呢 却是从大门 客厅门 厨房门 一直通到后门 连续四个门 一个门接着一个门的穿心上 我结婚后不久呢 我的公公就因为大肠癌很严重 就是第四期 不久就往生了 那从亲友的来建议呢 他叫我们不可以再把这个门相通 所以呢 我们就把冰箱搬到后门的前方 来挡住这个穿心扇 所以呢 家园就变得比较平安了 那另外呢 我们家的楼梯呢 还在房子的正中央 这就是中宫洞 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 那我的婆婆呢 她就是长久以来一直有心脏病 高血压方面的问题 很长期的在吃药控制 因为公公的往生呢 婆婆她非常的伤心 结果不久之后呢 她也就因为这样子的身体的问题呢 不久后也就中风病倒了 然后再来就是 后来我进了中门的学习呢 才知道原来家里的这个不如法呢 对于居住在里面的人 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那再来就是我的这个睡觉的床位的上方呢 是厕所 师傅有开室呢 这个卧室不可以在厕所之下 会有这个疾病啊 晦气的影响 就在我还没有进中门之前 我就是常常会头痛啊 然后觉得很累 一整天的精神不是很好 所以一进中门之后呢 我学到了这些妙法 我就立刻把这个楼上的厕所停用 然后把水都关闭 把这个粗盐呢 倒进去马桶里面进化 那一间呢 从此不再作为厕所的使用呢 变成了除肠室 所以呢 才能够精神渐渐的好转呢 能够维持健康 那其实家里还有许多 其他不如法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些格局呢 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 所以呢 当我一学到有这个 梁桶水 洋宅 化煞 妙法的时候呢 我就立刻去初一十五的时候呢 把这个梁桶水安置好 然后祈求老祖来加持平安 那么虽然还有许多其他硬体 不能够改变的部分呢 但是也都家人呢 都能够转为平安 我们要住的平安 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 你不知道 你不以为意的一个错误 格局的错误 诚如我的师父 佛念禅师所开示 刚才教卫如准讲师 也跟我们分享 前门对着中门 再对着中门 再对着厨房的后门 一见穿心 这个叫穿心煞 穿心煞会怎么样 师父告诉我们 才来才去才难留 钱财多好 家庭里面就会多损好 结果呢 就造成了他公公的大肠癌 身体不健康 我们要非常注意 事实上 风水法则有法有迫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进门的地方 隔个四尺两寸半 你可以加一道屏风 加一道屏风 就把这个气流 一见穿心的这个气流 就把它挡掉了 也可以像 萧嫣如准讲师所讲的 在厨房的地方 就用一个冰箱 用一个冰箱呢 把这个气挡住了 把它平稳下来 平稳下来 这样子 大家 全家人 都可以非常的平安 非常的健康 那么 从我们睡的卧室 我们就最怕 假如说你是透天的处 透天的房子 那比较好更改 事实上不止说 我们睡的卧室的上面 不能有厕所 我们睡的床部的底下 也不能有厕所 因为厕所就是晦气 虽然隔着一层楼 但是抽水 晦气 抽水码头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平安 当然不止这样子 我们睡的地方 底下也不能有厨房 也不能有厨房 所以 各位三心大德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你的身体的健康 是不是因为你的 卧室的床位的上下 有这个厕所 而产生了你身体的不健康呢 这是很好的案例 尤其是公寓的时候 你也要非常小心 楼上在修建改造 楼下在修建改造 这个 你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就是影响到 你的健康 你的平安 世界恶 Fin 如果说成功 多得如此 尤其是在修建逐 达或是一家 在修建 有一位师姐 她很烦恼的来找我说 不晓得为什么 她的先生本来个性是很温和的人 最近怎么会变得脾气非常的暴躁 然后动不动就火冒三丈 想要吵架 想要骂人呢 我为她沾了一挂 有这个父母带猪去 然后来动画回头客的一个问题 我就问她 是不是他们家这个门前 有去对到火形的 或者是三角形的一些东西来充射呢 她回去观察了一下 的确他们前对面有一个民宅的宫庙 不晓得什么时候 把她这个金炉的烟囱就这样斜着 然后对到他们家门口来了 也就是金炉 烧金纸这个金炉上面 那个烟囱上面 还有一个三角椎的这个形状 所以呢这些热气啊 还有她这些三角形的这些影响呢 造成了她的先生呢 总是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又觉得无名火呢 动不动就是要吵架和骂人 那么我就建议她说 你请那个宫庙主人把那个烟囱移开吧 但是呢 这个师姐她是真的非常的害羞内向呢 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去向这个宫庙的主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建议她说 那你试着呢来诵经 来回向给这个 邪对面主人 宫庙主人 她的守护神 护法神 祈求王传老祖做主 能够呢 让她能够移开这个烟囱呢 以解决你现在 就是家中主人 这个无名火的烦恼呢 然后呢 她因为也不好意思去说 就来试试看这个方法哦 那她呢 就把这个烦恼化为力量 只要她一有时间哦 她就非常认真的在送天德经 那送了 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 她就很高兴来告诉我说 那个烟囱的 那个宫庙主人啊 她已经去买了一个新的金炉了 那个金炉的烟囱呢 现在是笔直朝天 没有再往他们家对过来了耶 那这时候呢 也发现她的先生呢 也就恢复了正常的那个个性 不会再随便的火冒三丈 也不会再随便的骂人和吵架了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刚才 萧映如总讲师 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 事实上 当我们住宅 住家的外在环境 产生变化的时候 都会影响到我们家里的 平安 健康 那么她去面对的金炉 我们烧金子的金炉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火星 火冒三丈 火星 对着这个当然就是不好了 当然 我们萧师姐跟她建议 用不可思议的宗教的方式 不可思议的宗教力量 诵经 念经 回向给对方 让对方产生了不同的心念思维 终于又换了一个新的金炉 当然 从我们 违心圣教宗主 魂连禅师所开示的妙法当中 当我们去面对不好的 包括你去面对电线感 面对电线感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呢 这个好像金炉 也是啊 你去面对前面 你家的前面尖尖的 这个也叫火星 这个火星呢 这个叫朱雀火星 会来伤我们的健康 伤我们的胸部 伤我们的肺部 伤我们的心脏 魂连禅师传了很多妙法 你除了可以来安圆镜 初一十五安圆镜来化煞以外 你还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把它改玄关 化煞扭前转昏化煞为全 玄关了 你把它改了 我出门就是不去面对你 我不去看你的 马上就平安下来 当然 这位家族人也非常的有福报 非常的有福报 他也听得进去我们肖准讲师肖师姐的建议 他从念经 从自己来产生慈悲念 来化解这个他先生这个火爆脾气的 这个问题把它化解掉了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用疫经来解决 也用风水的法则来解决这个困难 川芽 永彩彼 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院主尊教室你還有一個案例 就是三煞入宰的案例 那你就跟我們電視台的觀眾朋友來分享 三煞入宰到底是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好的 謝謝袁平法師 在2015年那一年 有師兄他要入宰 那一年的歲次是已未年 亥卯未 卯有充 這個三煞就是在西方 那他這個房子是坐西向東的房子 在那一年是不宜入宰的 可是因為他的舊房子也已經賣掉了 他必須要在這個期限之前 趕快去入住這個新的房子 那麼因為是非班不可了 那麼我就請他 他一定要依照還原禪師師傅所開示的 三煞入宰化煞法的法儀 請他三天前 他就用第二次的洗米水還有鹽跟米 來灑進這個房屋 那洗米水他也很誠心地唸 波爾波爾米清經十二遍 然後灑進的時候他又口唸六字大明咒 那這個三煞呢師傅開示 就是游離電波在住家之後 或者是在住宅之中 要入宅或者是要安神呢 都要非常的謹慎 能夠呢趨吉避凶避開這個三煞 那這師兄呢他也很誠心 擺上召師傅的法儀呢 擺香案和供品 懇請王禪老祖師尊做主 還有天公玉皇大帝 以及觀世音菩薩 諸天聖神菩薩等呢 來加持化煞 那麼他依法儀呢 這個完整的呢把它辦理 並且呢在持送大悲咒 王禪老祖玄妙真經 還有鬼谷仙師天德經 這樣子的送經 照法儀來祈福劃下之後呢 他呢都過得非常的平安勝利了 我們謝謝蕭彥如準講師 跟我們分享三煞住宅 事實上非不得已 逼不得已 我們最好不要三煞入宅 曾經我們的師父 開始過一個案例 因為有一家人 因為趕著三煞入宅 在年底 就是年底呢趕著三煞入宅 結果在年初的時候 他父親發生了心臟的毛病 送到醫院急救無效 是因為我們師父 過年的時候去拜訪他的老朋友 才知道說他們在入宅的時候 用了三煞年入宅 那麼三煞入宅呢 我們最好不要用 但是你要用在我們 活年禪師 所傳的廟法裡面 就有三煞入宅的法儀 要供養米盤 供養米盤 那麼你要折 就是年三煞 那就月日時 不要犯三煞 犯三煞的時候就會有 三件不好的事情 來發生 當然我們都希望 我們要搬進去新的房子 一家大到小小 都能住得平安 住得順利 住得健康 也希望說我們的善信大德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也要說你對這些法 有這些不了解的地方 我也建議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可以到我們維新聖教中門 從北到南 甚至到澎湖到金門 我們都有分寺道場 這個分寺道場呢 你在網路 網上一查就有了 甚至我們的固定的教室 你可以尋求我們 維新聖教的各分寺道場 來找我們的法師講師 幫你來解疑解決 你生活上的各種 不只是山沙的問題的入宅 所以各位善信大德 各位觀眾朋友 維新聖教是一個利益他人的一個宗門 一個宗教 我們從一經風水 宗教修行當中 我們可以來找出平安的法意 讓我們住的 讓我們生活的更平安更心安更健康 更平安更心安更健康 所以歡迎大家 假如說你有意願要來學習 在一經風水法則的時候 我們在全省各分寺道場都有這個開班 歡迎大家上網查我們的開課訊息 零四九二七二三七五六 零四九二七二三七五六 這是我們一經大學的報名的專線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來到我家看風水這個節目 祝福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平安健康幸福美滿 阿彌陀佛 小碗陀佛 大三十四六五 感謝大家 大家享受到 我們下午 PG 歡迎大家 郵寶藝 我們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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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